非常大 可是总是佛度有缘人 只要他曾经听到阿弥陀佛 听到观世音菩萨 我们一定可以度化到他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宁波尔慈悲朝圣之旅的第四天 由尊贵的海陶法师 聚去慈悲带领 来自世界各地 两百多位自俗而终 踩着晨曦的阳光 走过了偏僻的乡间小径 来到了位于加德满路郊区 满山药的宁波尔慈悲快乐儿童之家 尼波尔慈悲快乐儿童之家 为三层楼存白色建筑 是由战日法师与索南格西 于2017年3月所成立的 它的由来 其实是源自于2015年 以霍尔大地震后 设立四杯免费素食的姻缘 当初 在宛如人间利益的山城 大家在分发素食餐点时 发现有很多的小孩 在街边流浪 忍受着风吹雨淋之苦 他们没有上学 有些甚至抱着 更小的弟弟妹妹 一起来启食 令人联系 基于悲悯这群鸡童的姻缘 因而 启发了收养接童的想法 在战日法师 吉索南格西的 努力奔走之下 才有了如今的 慈悲快乐儿童之家的单身 目前 这里总共收留了 四十位孩童 包括二十八位女童 以及十二位男童 院童年龄 介于四至十五岁之间 慈悲快乐儿童之家 除了照顾孩子们 平时的生活起居 给他们一个 安定温暖的家 不再让他们 流浪街头之外 也让他们 能够回到学校 继续上学 让这些孩童 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身心获得健全的成长 为他们未来的人生 燃起了新的生命火化 而今天 在大众面前 这一群曾经流浪街头 启示的院红 却是一身浮衣震洁 荣光环发 并并有礼 与大众欢聚一堂 跟习制的处境 有着天缘之别 欢迎活动 首先由当地的老师 于索南和西 为大众介绍 慈悲快乐儿童之家 目前的概况 随后恭请海陶法师 慈悲开示 我想人都可以成佛 我自从出家以后 了解佛法 每天我在街上 看很多人 我都觉得众生 特别人是 接近成佛 最快的方法 如何用什么方法 让他们可以 接触到佛法 那我想在尼泊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因为这边 有一句话叫 出产小孩子 特别他们在山上 就一直生小孩子 然后就愿意 父母也放得下 他们山上没机会 到了市区来有机会 因为他知道 有一些爱心人士 会让他们读书 所以我想我们能够 一起来圆满福田 那是我们最大的福报 因为大乘佛教的目的 在于普度众生 能够让他们 我们叫成熟友情 让他脱离轮回苦 让他得到解脱涅槃 让他将来也能够像 佛陀一样 那我想 我不要讲太多 因为我希望战日法师 吐吐苦水 苦水 因为他经常说 师父 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租的了 一个月租六百块美金 因为尼泊什么不贵 就是房子贵 土地贵 所以 所以他们就一直挤 因为他们要挤在市区 而且尼泊的房子 盖都不能贷款了 所以尼泊人 不能贷款 阿丁可慢慢盖 因为政府没有贷款 这个事情 所以他要买土地 那现在我们就 有一点烦恼了 那你也不能租啊 租太久 而且这个地方 水源不好 水源有水 有水没水的 那现在第二个烦恼 就是 刚刚我们还在聊 怎么办 要去找哪一个地方 所以我就跟战日法师说 那是你的烦恼 因为这些都是 你过去的儿子 不然你欠他们债的 那 当然我们的计划 这边的格西 他们很发心 从成为佛学博士 而愿意来奉献 那当然我们想办法要 帮助他们 因为老师说了 你要带三百个五百个小孩 都没问题 但是因为这边小孩 真的很多 那所以第二步就是 如何去找一块土地 各位施主 如何找一块土地 建一个学校 然后呢 那他们也可以出家 然后呢 我想他们就有很好的未来 所以事实上我们今天大家可以坐到这边 如果我会看我会告诉你 你是他的阿嬷 你是他的阿公 不然你也不会来这边看到他 所以他是大家要做到无言大慈的同体大悲 想办法来帮助对方的 因为帮助对方的内心快不快乐 快乐 真正的快乐来自于奉献布施 这是佛陀跟我们讲的 那慈悲才是永恒的快乐 海淘法师赞叹格西 与战日法师的慈悲心 也希望大众能踊跃发心护持 关怀这群可爱的孩子们 真的欢迎大家来到尼泊 我们的这个名称就是 慈悲快乐之家 就是就像我们师父每天教导我们 每天都要行慈悲 所以我们成立的所有的协会啊 中心啊 包括孤儿宴前面都加慈悲 就希望我们每天都不忘记慈悲 要利益有情 鼎雅这个小朋友呢 是也许就是大地震过后 我们有不失便当 不失便当的时候 一些妈妈就抱着小孩子过来 也是一样在每天给他们吃 所以当时有想一个念头 就说因为也有了反应说 你们每天这样子给 那他们就更懒惰 就不去做工不去工作 那当时我们想 哎我们慈悲就好 去让他有吃饱就可以了 就不用去想太多 或我们走在街上 你可以想象一下 现在你走到一些比较贫穷的期 你看到那小朋友 就是来跟你们要钱 拉你们呢 要怎么样 那些小朋友就像现在 所以你看 如果我们可以领养他们 带他们去学校 他们会变成这样子 就是感觉干干净净的 还有感觉我们让他们去读书 就有邪问 所以这个母亲呢 就是不会有在下一代 再让他们小朋友 因为他们母亲就是当 可能是当他们一个用计吧 就是生了一个再生一个 生他们下来 就是去讨钱比较容易嘛 因为很多人就是 慈悲看到他们抱的很多小朋友 所以会给他们钱 所以我们的心 就会一直在扶持他们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发心说 哎能不能帮这些小朋友 因为这些小朋友 他当乞丐的话 他们再生下来 也是在当乞丐 再生下来也是当乞丐 所以我们心想就是 能不能停止这个轮回 所以我们就想发心 开始呢 我们没有要说要收留他们 只是跟他们的父母谈 然后我们也去跟学校谈 就是说好 这间学校 我们会请多少个朋友来上学 学费我们付 所以我们带他们的这些小朋友 或者他们的家长到学校去 就是好给钱给学校 就是你妈妈的带小朋友来读书 可是发觉前面有可能是 一两个星期 妈妈会带他们去上学 过后就不带了 因为有可能他们会觉得 生活条件很困难 不如带这些小朋友去 讨钱啊等等 就不让他们去上学 所以当时我们才发心 那么巧我们哥西区跟我说 能不能收留 刚刚好巧合 我们都有这个方向 好那我们就收留 这些 就是当时他们也是在拿饭 所以你可以看以前他们的照片 就是安安张张的 就是乞丐的样子 所以你看现在他们就 长得蛮庄严的 所以当时我们收 议算是不多 因为要养到他成人 所以当时我们只是议算 四个二十个 找个小小的房间 就是领养他们 最主要我们要跟他们的父母谈 你的小朋友留在这里 我们让他上课 我们有保姆教育他们 他们每天去上学 我们住这里呢 就是我们学校就在前面 所以他们行路就可以过去了 就可以省一点点费用 就是先养十个二十个 他们就是每天发学 就是每天来吃的 很多母亲都有带小朋友 所以我们就一直收 就没有想那么多 压力肯定是有 偶尔跟师父吐吐口水 因为我们看到他们这样子成长 我们会很开心 就像以前不懂礼貌 看到人乱拉 你看现在他们都很怕羞 就证明他们有变化了 对不对 就像很老实 诚实 不会说谎 对不对 看到人会叫 然后现在很开心 就他们还可以念佛 就起码他懂得归与三宝 懂得念佛 懂得尊重 就是我们要行的慈悲 可惜还每次跟我说 还有呢 还有呢 我知道好 慢慢来慢慢来 今年为止就六十个 明明我们在安排 因为我们面对的就是房子问题 所以我们住这样子 大概是六百美金 所以目前我们找到的地方 就是水盐不好 像我们三四个洗了澡 还要等一两个小时 水又满了 又等下一批洗澡 所以我们就是面对这样子 所以今年大概就是四五十个 对明年再努力 因为还有很多人在排队 就是要 要 要来 我们的这个孤儿宴 所以他们的家庭背景呢 有一些真的是孤儿 有一些就是 膝盖的孩子 有一些就是残怯人士的孩子 就是 有些是有父亲的 有些也有母亲的 这样子 有一些是盲眼的 所以我们就跟他们谈好 也要做好手细 所以我们才把他带来这边领养 现在他们身上穿得很庄严 都是来自各位的水洗父慈 所以非常感谢大家 随喜父子 阿弥陀佛 接着 学童们 分足献上当地传统的歌唱 以及民族舞蹈等表演 供养大众 随后 也为大家以赞文念诵回忆发心 等衣柜 但他们稚嫩的脸庞 闭目合掌 红身同语 虔诚诚诵经的专系模样 十分可爱 令大众赞叹不已 最后 大众分别以书包 文具等学习用品赠送愿童 以及饼干糖果 跟小朋友结缘 也跟随着海桃法师 于宴内参观巡礼 洒尽加持 效法海桃法师的慈悲行旅 步步攻行 实践成佛之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